接下來我們來看民國81年日大 這一題電路的基本計算題 他說把這個圖式電路中的開關S切斷 那伏特計的讀數是12伏特 那安培計的讀數到底是幾安培 好 那這個基本的電路圖 這裡10Ω 50Ω 20Ω 10Ω 那在這裡我解釋一下這個所謂的開關 我們叫S 叫Switch 好 那在基礎物理學測裡面常會看到這種狀況 他說把這個Switch把這個開關打開 各位大家可能誤解一件事 打開是通路 不對 如果你把它打開像這樣子 那我們在這個電路學裡面 我們要open 叫開關open 對不對 如果你把這個Switch open 其實它是怎麼樣 它是斷路 斷路就怎麼樣 就turn off 所以注意喔 如果你把開關打開 它其實是turn off 其實是斷路 好 如果你把開關關上呢 這關上叫做close 好 如果你把關上的話導通 反而是怎麼樣 反而是turn on 好 那這個基本名詞 各位要注意一下下 在電路學裡面 在基礎物裡面 我會考到這個東西 好 那怎麼做呢 各位 那這裡解法基本上很多種 好 那我先用怎麼樣 我先用兩種做法 做給大家看 好 解法一 如果你現在想要算的是怎麼樣 算的是安培計的讀數 安培計的讀數就是總電流嘛 那總電流就是用怎麼樣 用總電壓除以總電阻 所以我們就個別把總電壓算出來 把總電阻算出來 總電壓除以總電阻 就得到怎麼樣 得到總電流 好 那總電壓多少呢 那題目告訴我們一個怎麼樣 一個條件 他說20歐姆這是12伏特 來 同學 那15伏這是幾伏特呢 各位很簡單 這個20時 這兩個應該是屬於什麼 屬於串聯的狀態 好 如果是串聯的話 電流一樣 電流一樣 電壓跟他的電阻是怎麼樣 是乘震比 所以這裡電阻20時 好 電阻是2比1 所以電壓就是2比1 各位 電阻是2比1 所以電壓是2比1 這裡12 這裡6 所以兩端是18 各位 這兩端18 這兩端18 這兩端也是18 所以其實這個電池就是多少 就是18 題目並沒有告訴我們這個電池是多少 那我們就自己算 好 這個電池叫18 你說老師 那安培劑難道沒有電阻嗎 那在這裡題目如果沒有特別講的話 就是把它當作是一個理想的安培劑 好 這裡沒有內電阻 那理想的伏特劑電阻是無限大段路 那不會有電流流過 好 那這個安培劑伏特劑 好 我們前面有講過 仔細再體會一下 好了 各位 接下來總電壓線知道了 好 那現在總電阻多少呢 來 各位 那考到基本電流的 這個電阻的串並年 來 各位 這裡是10 這裡是50 所以這個串年變多少 變60 好 這裡是20 這裡是10 這裡是多少 30 好 這裡60 這裡30 各位60 30並年多少 好 我們說並年比最小還小 那我們前面這個電阻串並年 有幫大家感覺訓練過 那這裡10 這裡50 60 30 並年其實就是多少 就是20 所以總電流就是用總電壓除以總電阻 總電壓18 總電阻多少 總電阻是20 好 所以電流就是多少 電流就是0.9安培 好 這是第一種算法 那我們用很直觀的想法 反正總電流嘛 就用總電壓去除以總電阻 好 這是第一種算法 好 第二種呢 我們也可以利用怎麼樣 利用這個所謂串並年 這樣子的概念來做 好 揭法二 來 各位 那我們看回到原來這個圖 那你告訴我 現在這邊的電流多少呢 這邊的電流是用電壓除以電阻 12除以20 就等於多少 等於0.6 所以現在I1等於多少 0.6安培 好 那我們剛剛講到 其實這兩邊是屬於什麼 屬於病人的狀態 那病人的話 各位 那電壓一樣 電流跟電阻是怎麼樣 反比 這個電壓一樣的時候 電流跟電阻反比 你電壓大的 這個電阻大的 電流就小 電阻小的電流大 所以我們剛剛講 這裡10 這裡50 這裡多少 這裡是60歐姆 這裡20 這裡10 這裡是30歐姆 好 電阻是2比1 所以電流多少 電流是1比2 各位 現在這裡電阻是2比1 所以電流是1比2 所以如果這裡是0.6的話 那這邊的電流就多少 這邊的電流就是0.3 好 各位 如果一邊電流是0.6 一邊電流是0.3 好 那我們現在要算的是什麼 算的是總電流 流過安培計的總電流 那總電流就是把怎麼樣 就是把這兩個電流 I1 I2把它加起來 好 所以一邊0.6 一邊0.3 加起來就是0.9 這個算法也可以 好 反正在這裡 電路基本上我沒有歐姆定率算 歐姆定率很簡單 所以解法基本上很多種 所以在這裡我想應該都是 隨便想隨便算 隨便做隨便對 好 所以兩種方法 我希望等一下你自己嘗試看看 不同的部分 再回來看影片的解說